亲爱的小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红果果亲自游戏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玩具是鳄鱼咬手玩具 这是一只绿色的鳄鱼 看看侧面 按动它的牙齿 它就会咬到你的手 看看侧面就是玩具的说明 感觉好可怕 不过小朋友不要害怕 这只是玩具 它不会真的咬到你的手 打开看看吧 感觉好可怕哦 小朋友你们怕不怕 今天呢 光都强 海底小东的巴克队长 小猪佩奇还有熊大都在这里 想要玩这款鳄鱼咬手的玩具呢 先让熊大来试一试吧 哦 这就是鳄鱼咬手的玩具吗 听说很好玩哦 有什么可怕我再不怕 有什么可怕我再不怕 这只是玩具哦 我要试一试哦 哇 没有咬到手 哇 没有咬到手 哈哈 还是没有咬到手 哦 好幸运没有咬到手 哦 好幸运没有咬到手 那再试试这边 看一看小朋友 没有咬到手 没有咬到手 不用怕哦 试试这一颗 哇 还是有点紧张哦 看一看 看一看到底哪一颗牙齿 会咬到手呢 啊 啊 咬到手了 啊 好怕哦 哈哈 一点也不疼 好紧张哦 不过也很好玩哦 我们的小猪佩奇要来试一试 先把鳄鱼的嘴巴张开 小猪佩奇要来玩玩具咯 哦 带我来 带我来 我要试一试 啊 一下就咬到手了 很不走运哦 不过 不疼哦 这只是玩具哦 小朋友 不用怕哦 哦 让 后面的朋友来玩一玩吧 拉克小队长也要试一试 也要玩一玩 哇 有点紧张哦 刚才这个牙齿没有咬到手 怎么又会突然又会咬到手呢 哇 它的机关会变哦 哇 试一试吧 哇 走运 没有咬到手 哇 这次咬到手咯 这次咬到手咯 那这次我的游戏做完了 开始给光头想摆嘛 光头想等了好久了 哦 我要来试一试啊 好好玩哦 哦 没有咬到 哦 还是没有咬到 哇 还有几颗牙齿哦 有点紧张哦 不知道咬到手会怎么样 哇 还有几颗牙齿哦 有点紧张哦 不知道咬到手会怎么样 咦 咦 刚才这颗牙齿就是机关咬到手了 现在又换到哪一颗牙齿了呢 哇 往走运还有两颗牙齿哦 哇 看来是最后一颗牙齿哦 哇 看来是最后一颗牙齿哦 不管怎么样也将游戏进行到底 哇 我好走运哦 终于试到了最后一颗才咬到我 最后一颗牙齿才输哦 怎么样 小朋友 我很棒吧 很厉害吧 啊 很好玩 一点都不同 好了 小朋友 今天呢 这款鳄鱼咬手玩具就给大家玩到这里 小朋友们 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大家的支持 拜拜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